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這禮拜講的是 Indogenous Adverse Selection Problem Indogenous的意思就是內生的 意思就是這個adverse selection不一定會發生 它取決於這個agent有沒有去 比如說在這個paper裡有沒有去做forecasting 它如果沒做forecasting的話就沒事了 這個channel就沒有information的signature 但是它如果去做forecasting的話就有了 所以呢agent可以決定要或不要 那agent這麼做有一個成本 對吧 所以也不是一定就是做下去就是最好的 可是agent可能選擇做或不做 然後呢principle可能在考慮要或不要 就是useagent去做 所以呢這個paper放在這個 這paper當然不能保證就是一天無懈可擊的超級甜美的 不過呢也算是怎麼講 至少期刊很好 一定的人也挺多的 另外就是這個paper放在這個禮拜 挺適合的 因為它有2type 它有newsender 它有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上還有 呃...misalignment incentive 和這個coordination的issue OK 差不多我們前幾個禮拜講的東西 這個paper裡面都有 算是一個好的review吧 好的summary 那一開始的時候稍微的 highlight一下 在這邊paper裡最需要注意的事情 這個地方是在講說 我身為一個manufacturer 我想要去offer rebate contract 來induce non-forecasting 這樣子 然後你基本上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offer rebate contract rebate contract長這樣子 有三個參數 然後我想要它no-forecasting的話 formulation長得這樣子 這個樣子 對吧 我有一條IC跟一條IR IC是叫它不要forecast IR是叫它不forecast的以後有錢賺 OK 所以這就是ICIR 然後no-forecasting的這個 formulation長得像這樣 然後最終經過了一些推導 你得到這個 這個retailer呢 他可以get positive information rate 即使他並沒有private information 在principle offer一個contract的那個瞬間點 agent是沒有private information的 對吧 因為他還沒有預測 所以呢 在contract design的那個時間點 是沒有information and symmetry的 也沒有adverse selection problem 但是因為agent 他可以有那個能力 或者是他可以對principle帶來威脅 然後那個威脅就是 如果我做某件事情 我們就可以製造information and symmetry OK 也就是說當agent具有這個 產生indogenous adverse selection problem的能力的時候 那對principle來說就是個threat 那這個threat就可以帶來positive的rate了 OK 那這個意涵 算是你在這整篇paper之中最需要學到的事情 就是即使agent沒有立即的天生的private information 只要他有那個機會做到這件事情 那他一樣可以得到positive的rate OK 其他還有很多輔助性的knowledge 比如說 這樣的threat在k很大的時候 這個threat是很小的 就是如果你預測的成分很高 那我們當然就覺得你的threat很小 那你的rent就會變少 以此類推 以此類推 然後 當然你可能會發現 他有一個這個 有一些很奇怪的這個graph 一下怎麼先下後上啊 一下怎麼先上後下 然後東西斷掉 或者是怎麼樣的 細節你當然慢慢看 重點就是 你覺得理所當然應該發生的事情 在decentralized channel裡面 很常都不會發生 或是在decentralized system裡面 就不一定會發生 因為你覺得這樣做好的時候 別人不一定這樣覺得嘛 所以你做了某一個policy 或是做了某一個contract了以後 其他人怎麼respond 就不一定 對吧 然後呢 像這種 有一個斷點的 有一個cut off的地方 然後讓事情變得不連續的 就是 你把某一件事情增強增強增強 到了某個階段 某個人 從選擇做A變成做B 那大家的pay off就跟著 啪啪一下改變 這些事情都是很有可能會發生的 OK 所以 study decentralized system 我方面來講是很有趣的 因為很多 centralized的時候 不會發生的事情 都會發生 OK 就像今天如果這個channel 是centralized 那你提高這個 porncasting accuracy 一定就是有好無壞 我是說benefit benefit一定有 你只是看benefit 有沒有大多cost 但是今天如果是decentralized channel的話 提高就不一定是好事 對manufacturer不一定是好事 對retailer也不一定是好事 OK 所以 應該 可以感受到這件事情 好 呃 這裡有三張圖 那 很顯然地 在某個地方都有出現奇怪的折角 或者是斷掉 那個地方 在這個paper裡面 就是 所謂的 K R 就是 我manufacturer 決定 要不要 讓他 forecast 的 那個 如果我的 K 比K R來的小 那我manufacturer就會覺得 induce forecasting 比較好 反之就比較不好 好 有這麼一回事 那 這個地方 你就會發現 好 manufacturer在這個範圍裡面 都還想要induce forecasting 然後呢 等等等等等等 欸 到了這個瞬間點 以後 他就不induce forecasting了 所以 equilibrium會change manufacturer會變成 offer to contract 給他選 呃 offer one contract 給他選 然後他也沒有什麼好選 他就會 不 forecast ok 所以從這裡到這裡 他的這個 嗯 utility 或者說是 大家的equilibrium 就會有 大量的變化 那 至於這個的話呢 你說retail的這條線 齁 首先 來看看 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裡面呢 就是所謂的 retailer不做forecast 然後 但是他可以賺到 positive的rent 然後呢 這就是因為我們剛剛說的 你有那個threat 所以可以賺到rent 那 這件事 你什麼時候會在 沒有information 只有threat 的時候賺到rent呢 首先 有幾個條件 一就是principle想要你 不要forecast 所以是這條線你用 再來就是你的threat要有點大 所以要在某個點裡做 k太大了以後呢 他就完全不擔心你會想要forecast 所以到時候你就賺不到錢 那你的profit會隨著k慢慢地下降 那到了 從這個點開始 manufacturer是 怎麼講 他不想要你forecast 所以你的k變得越來越大 就是讓你的threat變得越來越小 然後呢 前面也可以證明給你看 就是 這個減小的這個影響完全是線性的 所以你的預測成本每多一塊錢 那 manufacturer就少怕你一塊錢 然後你就少賺一塊錢 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的成本 是retail的自己吸收掉的 但是那前面這個地方是平的 平的是為什麼呢 因為前面是manufacturer想要你forecast 所以manufacturer in some sense 他在付錢讓你forecast 你可以看manufacturer的optimal contract 就在這裡 他呢 這個term 就是在付錢讓你forecast 這是他跟你收的錢 他跟你少收錢的理由 是他希望你forecast 這個東西 搭配上high type發生的機率浪達 就是in expectation 他跟你少收錢 讓你去做forecast OK 所以這一段 即使你retailer的forecasting cost 變得越來越高 retailer的profit也不會上升或下降 因為manufacturer付錢叫你forecast 就是manufacturer把那個多的成本吃掉 那也因此這裡的話 你就會看到manufacturer的成本在下降 想做manufacturer的profit在下降 因為manufacturer cover了那個變多的那個cost 這樣子 那至於這一段 就是他為什麼會往上跑 往上跑 大家有什麼想法嗎 這裡講的是retailer的profit 你應該可以理解 在這個點上 他很可能會不連續 對吧 因為大家做的事情 卻難以改變了 所以事情變得不一樣 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為什麼是上升呢 為什麼不是下降呢 有沒有可能會下降 好 這麼說好了 我在影片裡有沒有提到 他是一定會上升 還是 不可能會下降 還是 有沒有可能這樣或那樣 應該沒有提到吧 那 有沒有人碰巧 沒有看paper的 paper有提到嗎 好像沒有 對吧 有興趣會去看一下 應該是沒有啦 那這個地方 是個 numerical example 就是這三張圖 是 numerical example 他並沒有在這三張圖上 證明任何事情 他只是說 這種事情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OK 所以 說不定 所謂的 numerical example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把參數設一設 把什麼θ h θ l λ λ 然後就是什麼pr 什麼f之類的 define一下 的話 你會得到 欸 我跟你講 你會得到這些線 因為 equilibrium 的 profit 就是剛剛講的那些參數的行群 你就try 很多種不同的參數組合 看看這線會長什麼樣子 OK 可能有的線 這裡是上升 可能有的線 這裡是下降 只要有任何一條線 是上升的 就挺值得拿出來講一下的 對吧 因為 Retailer 會發現 當他的 forecasting cost 變得越來越大的時候 變得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可能會忽然賺很多錢 就是你今天挺 weak 的 明天你變強了以後 講錯了 你今天挺強的 因為你的 forecasting cost 很小 可能明天變弱了以後 反而賺更多錢 OK 這聽起來挺奇怪的 那就可以拿出來講說 喔對 這種事情是有可能發生的 但是他並沒有證明這件事情 一定會發生 或怎麼樣 對吧 他只是說 這個有可能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這樣子 那至於 好 所以說為什麼有可能發生 這個就很難解釋下去了 因為 就是有可能 因為從這裡到這裡 大家的 behavior 完全已變了 所以 你就有可能會準文 好多錢 這樣子 OK 那你可以 試著回去再深入想像 比如說 前面這裡的話 我 manufacturer 想要 induce me forecast 那後面呢 是我不想要 induce me forecast 那 我想要 induce me forecast 的時候 我做的事情不太一樣 我又 offer了兩個 contract 給你選 選完了以後 你又被 review 你的 type 然後 這件事情可能會 reduce你的 rent 那都是有可能的 都是有可能的 對吧 所以當 manufacturer 放棄 改成只 offer 你一個 contract 的時候 你的 rent 上升 聽起來也是合情合理 對吧 只是看 manufacturer 是到什麼時候 決定要怎麼做而已 OK 好 那這樣 就是 這張圖啊 剛剛說他上升 就是在KR那個時候的上升 那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就是 那個 retailer在那邊 就是 manufacturer 提供的 contract之後 就是他那些上升的獲利是因為 他不用再付K的成本去做 forecast 這個解釋 這個解釋 OK 因為本來是要預測 所以要成本 後來不用了 那你可以理解我 你深入點想的話 首先你會發現 這個前面雖然要付成本去預測 但是成本其實是 manufacturer 吸收掉 所以從這個角度想的話 好像無關 好像你從要 forecast 變成 不 forecast 好像對 Retailer 的 profit 應該要沒有差 不過實際上 當你不 forecast 的時候 這整個 system 花的錢變少了 對吧 所以你說對這整個 system 有影響 是肯定的 那他們之間 兩個人怎麼分那個 share 也會受到影響 因為他們簽合約的方式 變得不一樣 對吧 所以 從 要付K那個錢 變成不用付 那這個角度來講 零當然是變大了 對吧 然後 就ok 那我們就分錢 這樣子 那 就回到剛剛說的 這個已經太複雜了 你沒有辦法知道 到底是會上升還是會下降 然後只是發現 喔對 上升是有可能的 ok 因為那個 第19EA 那個Benture 它不是只 合案一條 contract 讓它 那為什麼 在這邊還需要 這條 I-C contract 來說 它如果預測完 是還是 因為它怎麼預測完的話 還是只有一種選擇 或是不選擇 好 看一下第19頁 這個 Formulation 是如我們剛剛講的 在講說 Manufacturer 要induce no forecasting 然後他offer的 contract 只有一個 就是QN RNTN 要買 就選這個 不然你就不要選 你就給我滾 這樣子 好 那這個IC constraint 的左邊 是說 如果它 不forecast 那這個時候呢 它的第一個參數 就是它看到的signal 就是它的demand demand 它就會believe 說它是N 就是 沒有任何資訊下 我相信它是 capital fn 這樣子 然後我選 no contract 所以左邊是它的profit 右邊的話呢 則是說 我今天要是預測的話 我身為一個retailer 我要是預測 probability 浪打 我會看到H 這個signal 就是我會很樂觀地相信 明天的市場 將會好 那 with probability 1-thumbout 我會看到L 就是明天的市場 將會不好 這樣子 那在各種情況下 你都可以在看到signal以後 趕快做選擇 決定你要不要選這個合約 就是合約擺在你面前 的以後 你趕快回家 決定要不要forecast 要是你forecast 你就看到一個signal 你再回來跟他說 要或不要這個合約 那很直觀地來看的話 就是要是你看到好contract 你就會說好 講錯 要是你看到好signal 你就會說好 然後你看到爛signal 你就會說不要 這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OK 所以 它會在right hand side 有這兩種situation with probability 浪打 你看到good signal 然後你決定要或不要 所以是一個maximum 那或是你決定要或不要 當你看到line signal的時候 但無論如何你要付那個錢 因為只剩下一張合約 所以你只要一做forecast 你就已經負K了 這樣子 就是你forecast完 你只會負K啊 好 那這問題就是在問 有什麼任何理由要去做forecast 我做了forecast 我就付出了K 比如說兩萬或者是兩百萬之類的 但是它可能帶來的好處就是 我可能 我降低我在選那個contract時候的風險 就是我今天選contract的時候 是想的什麼呢 我要付出若干元 T這麼多錢去買到Q這麼多unit 以及那個sales rebate 這樣子 那付錢買匡的T 這件事情是很risky的嘛 因為你不知道明天的demand 到底會有多大 你如果傾向於相信明天的demand 會很好的話 那這個合約對人來說就ok 但是如果你傾向於相信明天的合約很糟 那就很糟 比如說你想像這樣好了 假設今天沒有R 先簡單一點沒有R 然後Q是100 TN是1萬 就是每次都跟你說 你付我1萬塊的話 這100個item就拿去 賣怎樣就是你家的事 然後呢 你今天如果沒有forecast的話 可能你心中估計的demand 是0到200 然後0到200 他給我100個unit 可能賣得完 可能賣不完 然後你就精算了一下 news vendor 那個function 好 還ok 你就買 但實際上demand 可能其實很高或是很低 要是你做了forecast的話 你可能會發現是high time high time的以後 搞不好裡面其實是100到300 你就非常有把握的demand 一定賣得完 這個時候跟他買這個合約就非常的ok 也有可能你forecast下就看到low signal low signal是 你發現demand是0到50 那就是絕對賣不掉 賣不到那麼多 那這個時候你就再精算一下 發現這個時候你就不選這個sign 不選這個合約嘛 所以得到那個signal 會讓你選或不選這個合約的話 那你就可以 令你expectation得到一個benefit ok 那就是前面這裡 然後這個benefit 可能會比你蒙著頭選 來的 好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值得付pay那個錢 你下面那一條說他一定是好 很多這條 對啊他有可能大概 就是這可能是100萬 然後呢如果是high signal 的時候可能是500萬 然後如果是low signal 的時候可能是-2000萬 之類的 這樣子 所以那這樣的話你做了 你就可以在low signal 的時候不要選 只在high signal的時候選 那你的expected profit 是有可能會上升的 就是你想像 想像這樣子好了 就是你家就是比如說 嗯 不知道 賣雨傘 賣雨傘就是看明天會不會下雨 明天有50%的機率會下雨 50%的機率不會下雨 這樣子 假設 要是下雨的話你的需求量就會超高 但是不下雨的話你的需求量就會是0 然後今天有個供應商跟你說 欸來這裡有50% 你要不要要的話拿去付5000塊 之類的 要是demand好 很多人來買 一把展可以賣2000 你就會很願意跟他買 但也有可能天氣很差 天氣很好你就賣不掉了 那你的左邊的這個式子 的那個N 是你在想明天天氣可能好或不好的以後 的一個期望的概念 就是可能好可能不好 所以混合起來以後 你的demand是多少 demand的distribution是多大 但是你如果今天花個200塊 去中央氣象局問 明天天氣會怎麼樣 假設他很準 他會跟你說明天氣會非常好 你就趕快回來先合約 他會跟你說天氣非常糟 你就不要錢 這樣 又想犯 天氣很好你就不要錢 天氣不好你就錢 那那個signal對你來說 就有一些好處 他可以讓你的expected profit變大 因為你在做決策的時候 是看著真的distribution 而不是兩個distribution 混在一起 這樣 絕對立場不夠生活化的話 假設你今天要修一門課 學期一開始都要修一門課 但你不知道你要不要修這門課 然後你可能取決於最後會不會過 或者是會不會得到很多知識之類的 假設我們只care會不會過好 那有兩種可能 一種就是這個課其實很簡單 一種就是這個課其實很困難 然後 但你一開始的時候不知道 然後老師跟你說 這門課我有200份作業 然後你要是全寫完的話 就是怎樣這樣就會如何 然後你就會得到那個學分 但是你如果寫得不好的話 就怎樣怎樣的問題 所以老師跟你簽了一個合約 就是要是你把這200份作業都寫完 而且表現不錯 那你就可以得到學分 不然就不行了 那你就想 到底要不要簽這個contract 就是到底要不要選這個課 你如果選這個課的話 就有兩個不同的下場 然後這個下場取決於 這個老師到底給分很嚴格 還是給分很寬鬆 如果老師給分很寬鬆的話 你就馬上就簽 因為就沒問題 但老師要是其實給分很嚴格的話 你就會不想簽 於是你在做決策的時候 你就是考慮 老師嚴格的機率 和老師不嚴格的機率 做個加權平均 這樣子 但是其實可能也有更好的方法 就是你就付出Pay那麼多錢 去找個學長來問人家說 這老師給分嚴格 然後學生就跟你說 給分嚴格到不行 就說啊哈不選 好像你的啟動 Expected profit就上升了嘛 對吧 那就是那個signal的價值囉 老師在講這些的時候 後來老師在那個IR那邊 第三條那邊又給了一個單數 但是平均全班在家都會過 那這樣子我還 你都已經說這樣子 一般來說就是不會當的 然後那我為什麼還要 就去做Pay 就這個數字是你預期得到的分數 老師跟你說 預期會過 不表示真的會過 對吧 還是有過或不過的可能性 這是一個 再來 他跟你說預期六十分 你就覺得嗯好像也不錯 但你的人生不是只追求過或不錯 你還要去做高GPA之類的很多事情 於是你問了一下學長 那以後可能會讓你的預期分數 變成八十分 對吧 因為右邊這個可能會比零大 這樣的話就是那個 那個 forecasting 的價值 對吧 你可以在沒信心的時候不要選 而有信心的時候選 那你的 expected 分數就變得比較高 好 對 Retailer 有沒有可能 就最後一段 但是他的負責可能 存在可以到什麼 就是不錢會更高 Retailer 有沒有可能 只賺了付Pay 然後在各種情況下 都不選這個 contract 他有權利這麼做 不過他 Inequilibrium 顯然不會這麼做 他是先摸摸 他現在還沒有 forecast 他在心裡先想想說 要是看到high signal的話 我要不要簽 要是看到low signal的話 我要不要簽 要是他門心自問發現 high或low signal 他都不簽的話 那 right hand side就付了 他就一定不會 forecast 他一定是摸摸自己的良心 然後做點想法 如果看到high signal的話 profit會是多少 low signal的話 profit會是多少 然後衡量了一下 覺得這東西有價值 他才會這麼做 我就是自覺會覺得 他們兩個抓的浪達應該是不一樣的 那這樣就會變成 對我可能就不能走出 好 那這個 這邊的問題是說 manufacturing and Retailer 抓的浪達可能不一樣 來講說K可能不一樣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有兩個層面 一個層面是 他們的 這個threshold不一樣 就是要不要 forecast 的那個threshold不一樣 另一個是 他們對於要預測一次要花多少錢 的這個K 他們的估計不一樣 你是說哪一個啊 第一種可能是 製造商跟零售商對於零售商 預測一次要花多少錢 的了解不一樣 第二種是 他們都很清楚製造 零售商預測一次就是要500塊 但是他們 零售商自己覺得要不要預測 和製造商想不想要他預測 等那個 critical value不一樣 你問的是第一個 第一個的話呢 首先他不在這邊 可以討論的範圍之內 因為大家假設我們對K的了解度 是一樣的 如果你說我們對K的了解度不一樣 比如說 製造商覺得 嗯 K很小 那我來 但其實K超大的 但是這樣子的話呢 售商商就不預測啊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model就不行 他沒有辦法拿來回答剛剛那些問題 你就要有另一個model 就是 我今天無論如何都不知道K K肯的K大K小 那我這裡就會有另一個 dimension的index 去寫說你的contract會變怎樣 比如說induce non-forecasting的時候 你就要offer high跟low的contract 給high cost跟low cost的的retailer 然後 要induce forecast的時候 你就要offer四個contract 就是high high high low low 這樣 OK 那 那就不是這個 現在這裡可以回答的問題 可以想大概就是 解釋一下 三四六頁那個efficiency 給按 把它從禮拜革的東西 好 這個地方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首先你可以證明出這個contract 應該要長這個樣子 就是high contract low contract 你可以寫下他們的optimal的form 然後 這裡你首先可以看到 在low contract的地方 這是一個full return 然後 它efficient efficient的意思是說 這個system的profit被最大化 好 它這裡offer的是 integrated的case的底下的quantity 所以 根據你offer這個東西的這個事實 我們判定說 這個low contract是efficient的 那 與此同時呢 high contract的這個high quantity 可能會是 A或是B 這種比較大的那一個 所以這個quantity 可能會變得太大 對吧 所以呢 這個high quantity 是不efficient的 或者說可能是不efficient 可以嗎 所以我們這裡說 這裡有efficiency as a button 沒有efficiency as a top 首先是你觀察到這樣的東西 然後下降的結論 這樣OK嗎 然後你可能會想要問說 之前我們都說會efficiency as a top 為什麼這裡變成efficiency as a button 對吧 我們之前 所謂的之前就是上禮拜 我們跟你說 比如說你有一個customer customer的valuation有high有low 那high的人呢 那邊你就會offer他efficient的quantity low的人那邊就會有一個downward distortion之類的 然後總之有efficiency as a top 這裡的話 high signal的那個agent 他也是比較佔優勢的那一方嘛 但是你反而是發生這個 或不是那個 那是不是違反我們上禮拜說的 這個總是會efficiency as a top的 這個邏輯或者是這個定理呢 某方面來講 當然我們不會一直說 上禮拜說的事情是錯的 因為上禮拜說的是一個基本的case 就是我看著一個人 這個人有too time 於是我怎樣怎樣的溫柔 但是這裡是 我看著這個人 而且這個人還不一定有too time 要我叫他做的以後他才too time 對吧 或是你看formulation的話也知道 這裡有七個constraint 而不是四個 所以做出來的結果跟之前basic case的時候不一樣 也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當然這裡你很難解釋 他為什麼要變成at a bottom 而不是at a top 這件事情 不是不行 但是他就是很case by case 今天這個manufacturer retailer的case 可能是efficiency at a bottom 明天換成另一個channel 可能然後problem改一改 可能又會反過來 所以我們只能跟你說 對 因為今天是endogenous adverse selection 所以東西不一樣是有可能的 但是會是怎樣就不一定 這樣我會聊到你的問題 好 要嗎 Gamma Gamma這個東西坦白說挺複雜的 它定義在這個地方 它是說你可以粗略地理解為 它在衡量給定一個quantity了以後 你做了forecast得到的某一種好處 有好到什麼程度 這樣子 那你看這裡的這個式子的話 雖然這個有一個積分啊 還有什麼CDF可能很複雜 不過本質上呢 它有點像是在告訴你 你有了signal跟沒有signal的時候 你的performance會有一些什麼樣的差別 那你可能會想要問 為什麼這裡只有low跟low 為什麼沒有high 這個很難回答 因為推導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 high的東西會互相被消掉 然後low的不會 OK 我們這有點technical就不是太重要 但是Gamma這個東西 是有點像是在衡量 這個 這個signal的這個效果 這樣子 它有了signal與否 會讓你的這個decision變得不太一樣 然後那個decision帶來的影響 我們用Gamma這個東西來衡量 大概是這個意思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我們可以很intuitively告訴你 為什麼這裡沒有hedge 因為 in equilibrium 它offer的contract 會被設計成怎樣呢 會被設計成你no signal的時候會接受 然後high signal的時候也會接受 這個挺合理的吧 如果no signal都會接受的話 你變樂觀當然也會接受 但是你low signal的時候不會接受 你的equilibrium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你equilibrium呢 這個人他預測下去的話 這個 這個turn會留著 但是這個turn會消掉 因為這個turn會變成負的 所以呢 這個地方就是在比較 這個人得到signal的好處 就在於可以避免在low signal的時候 還是選這個合約 因為你如果看到high signal 基本上跟沒看到一樣 對吧 你預測就是要是看到low signal 我可以躲過這個災難 這樣子 所以這裡是有no跟no的比較 這樣子 然後呢他上次在講這個 嗯 嗯 forecasting的好處 那 至於到了這裡 就是這個turn為什麼會跑出來啊 你如果看paper的話 他也並沒有解釋的太多 也沒有解釋的太多 他就是推導之中 自然而然跑出來的一個東西 這樣子 對 不過你可以解釋為什麼high quantity要變大 之類的 但是你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是變大到這個程度 這樣子 那他蠻符合我們常說的就是 這類型的研究 他可以給你一些quantitative的結論 但是quantitative裡發現的事情 並不是太有用 這樣 OK 今天這裡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你有一個retailer 賣東西到一個市場上 所以呢 這就是只有一個retailer 那我們來練習一下 那個paper裡講的這個model 到底是什麼意思 假設今天demand有三種可能 分別就是low,high跟no signal 那demand可能是demand high 這是一個random variable 它可能是uniform θi到θi加1 而θlow是0,θi是1 所以要是你看到low signal 你就知道底面是0到1uniform 你要是看到high signal 你就知道底面是1到2uniform 對吧 你要是都沒有看 你的CDF 就會像paper說的一樣 是兩個CDF的weighted average 那paper裡是寫浪達1-浪達 為了簡單起見 就這樣讓它是1 2分之1吧 OK 然後你有price 你有cost 這樣子對吧 這就是paper上的setting integrated的system 賣東西 然後它有demand的那個signal的話 你的belief就會被update成這樣或那樣 沒有的話就是個average 可以嗎 特別強調一下 這個東西是在講CDF 是CDF的average 不是講random variable 是random variable的average 我們如果寫dn 是1 2分之1的dl 加1 2分之1的dh 的話 這兩件事情就不一樣了 因為這個東西牽涉到 這兩個隨機變數相加 convolution之類的 很複雜 但是這個的話 比較簡單可以解決 好 就是這樣 那今天這個問題也很單純啦 先認識 如果你不forecast的話 如果你不forecast 請問optimal的quity是什麼 OK 解一下 如果你不forecast 那你的optimal quantity是什麼 那解完那個以後呢 再更輕鬆一點 如果你forecast 而且看到這個signal或那個signal 那你的optimal quantity是什麼 所以你的答案會有三個quantity OK 如果你看到high signal the quantity 如果你看到low signal the quantity 和如果你不遇的quantity 好 好 很快結辯給大家看 今天呢 你想得到qun 假設啦 不要啦 先從quh開始 如果你想得到quh的話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你帶進 它的cdf 那等於 1-p分之c 那就是20分之10 這樣子 這東西現在已經沒有什麼為什麼了 因為你知道它是公式嗎 你就apply它一下 然後 這個 high的時候 你的cdf長什麼樣子呢 基本上就是1到2之間 對吧 所以你可以說它的cdf就是 就是 如果它比1大的話 那就是他-1 就是那麼大 q star h-1 這樣子 好 這個等號 是來自於 它是uniform1到2 的這個事實 所以如果我是1 就沒有 如果我是1.5 就是50% 如果是1.7 就70% 一次推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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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最後你推出來的東西 qh star 應該要等於1.5 好 這樣子 你有1到2 uniform 然後你希望 切在一半的地方 那就是1.5 那同樣的道理 你的ql star 也會應該要被算得出來 應該要是0.5 那最後就是大fn 大fn這個需要一點 腦力激盪 不過呢也不是太奇怪 你可能可以用圖解的方式來幫助你 我今天如果是L L的話是uniform0到1 那L的cdf 就會長得像這樣 OK 這是f L 為什麼呢 在0到1之間的時候 他以斜率為1的方式再往上漲 這樣子 那 那這個點 幾率是0 這個點幾率是1 這個點幾率是1 這樣子 1 那1以後就不會再漲了 因為是累積幾率0到1了 那 如果是fh的話 是這樣的 這個是fh OK 一開始的時候是沒有幾率的 從1開始的時候往上漲 然後最後是 那他們兩個取平均 取平均 看得出來就是這個嗎 題目剛好設計的 很簡單 讓它不折角 所以你的bm 就會是uniform0到2 這樣子 probability 就是以斜率1 2 這樣往上漲 OK 所以基於這個原則 你的q star n 應該就要是1 可以嗎 好 現在確認一下一件事情 這個地方應該剛好是1 2 所以你的uniform出來變得挺簡單的 像是它是1 3 2 之類的的話 大家可以想像 這個虛線會折角 折角 或是折角 之類的 那你那邊就做一個 稍微比較複雜一點的積分 不過還是做得出來 可以嗎 只要是考試出這一題的話 就做一下 就記一下 不是太困難 好 現在你有這個了 請問 你 不做forecast的時候 expected profit是多少 做forecast的時候的 expected profit又是多少呢 順順看吧 好 你不做forecast 有一個profit嗎 做forecast有一個profit 做forecast有一個profit 那各是多少呢 試試看 好 那如果有會做或者是不會做的話 不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這裡 基本上這個東西就是 你如果不做forecast的時候的profit function 我的price乘上我的expected sales 減掉我的cost乘上我的quantity 給定任何一個quantity在0到2之間的話 就會長這樣這樣 中間這個東西是expected sales 對吧 就是0到QX 那你會賣掉這麼多東西 這個時候的PDF是1 2 因為你是0到2 然後這裡是Q到2的Q 然後1 2 然後X OK 那我們現在Q等於1嘛 我們來試著把它記出來看看 你20 然後裡面 裡面的話 當然就是你會把1分之1提出來 這裡沒什麼東西 好 2分之1提出來 然後X X變成1分之1X平方 2分之1X平方 把1帶進去 剩下1分之1 然後後面這裡 把Q提出來 然後變成2-Q 對吧 Q乘以2-Q 那1乘以2-Q 就是1 這樣 然後再減掉 10乘以1給10 這樣子 10 2分之1 1 10 這樣你知道什麼呢? 得到5塊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如果不預測的話 你就是預期會得到5塊 好 非常好 那你如果Forecast的話 就有兩種可能啦 如果你得到high signal 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時候 你一樣 20 然後你本來是0到Q嘛 現在當然變成1到Q 對吧 因為底面從1開始 然後 x 這個時候你的PDF變成1了 因為你這個Range只有1 F of x 加上從Q積分到2的Q的F of x 對吧 事實上這樣 這個2分之1是PDF 你平常每次積分的時候 有這個PDF在 對吧 然後PDF為什麼是2分之1呢? 因為你這個Uniform是0到2 所以 PDF的高度需要是2分之1 面積合起來是1 就是紀錄 好 這東西如果假設都沒有錯的話 你這樣順利的記出來 應該會得到12.5 這樣子 如果你速度沒辦法這麼快的話 沒關係 回去練習一下 然後把 答案件算出來 那你要是Forecast了以後 得到low quantity的話 這邊要如法包製 那我們這裡就不寫啦 盡量你應該得到2.5 所以你心裡可能會覺得 要是我預測 只有看到low quantity的話 簡直是衰爆了嗎? 我就 profit變得從5塊變得2.5塊 但是你其實並沒有衰爆 因為你在看到low quantity low contract 在看到low signal的時候 你就調降你的quantity了 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不然你要是不調降 但是遇到low demand的話 你就真的是催爆了 如果你還是訂一單位的東西 但結果demand只有0到1的話 那就 人心裡就是訂太多了 所以你就把demand調降 不然的話你還沒有這麼多錢 好 那最後 你得要把這兩個東西 做個weighted average 對吧 因為你有1 2 的機率看到12.5 1 2 的機率看到2.5 你就稍微算了一下 然後發現 期望值呢 就7.5啦 期望值就是7.5 所以在 假設 你看到signal以後 會做出正確的response 了以後 你forecast的 expected profit 就是7.5 可以嗎? 而你不forecast的話 就是5塊錢 所以你今天 如果我們define 一個東西叫做 KI KI有影響吧 在integrated channel裡面 我 如果 要做forecast 那前提就是 我的K要比KI小 像這裡 我forecast如果不用錢 那我的expected profit 就是7.5 7.5比5大 這就挺ok的 所以如果 forecast不用錢 我就會forecast 那這樣的話 你的KI會是多少呢? 成本高到什麼程度 你會變成不祥預測 沒有錯 就會變成2.5 ok 所以這個例子 是在告訴你 KI這個東西 具體的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它就是代表你 兩個東西的差 和那兩個東西分別是 不forecast以後的expected profit 跟forecast以後的expected profit forecast以後的expected profit 一定會比較高 或是至少不低於 那麼 這樣的話 你問的就是 這件事情到底划不划算 那個benefit有沒有大過你的cost 所以這個KI是一定存在的一個數字 那反正就是cost再更大 就不要預測 今天 假設 實際上是一個manufacturer 賣東西給retailer retailer在賣東西給market 這樣子 然後其他的環境 一切都沒有變 一切都沒有變 然後一樣 retailer會去決定 要不要做forecast retailer會去決定 要不要做forecast manufacturer要做的事情 是offer一個contract 但是呢 我們這裡就簡單一點 我們假設你offer的contract 另外就是Q跟T 這樣 就是Q跟T 也就是沒有return沒有rebate 就只有Q跟T OK 那大家可以想像 嗯 這個時候 manufacturer還是可以offer一個contract 去induce no forecasting 或者是offer兩個contract 去induce forecasting 對吧 來試著練習一下 寫一寫 formulation 請問他要induce no forecasting 的話 proble會長什麼樣子 OK manufacturer要induce no forecasting 或他的 他的 他的 problem 他的optimization problem 會長什麼樣子 這一題不用做什麼計算 跟前一題也沒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problem當然是相關 但答案不相關 所以你可以獨立做答案 今天manufacturer的contract design problem for not inducing forecasting 應該要是 怎麼寫的 好很快的為大家解答一下這一題 那如果你需要的話看一下 我們今天呢 要講的東西 跟剛剛那個試子有一點觀念 因為這個試子就是 我whoforecast的時候 the expected profit 決定 quantity Q 對吧 不過呢 這是integrated channel 因為 這是 同一個人 吃這個revenue 負這個成本 但是今天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我身為一個manufacturer 我要決定Q跟T 來maximize 我manufacturer的 expected profit 這個時候manufacturer care的只有T-CQ 對吧 manufacturer不care什麼sales revenue 他只care人家付我多少錢 而retailer也不care生產成本 他只care要付他多少錢 所以這個東西 怎麼樣你出現在constraint裡呢 就是 首先 這個 這個試子 就是他不forecast的時候的profit 對吧 對吧 我如果不forecast 我的profit是這樣 取決於revenue 取決於他給我的quantity 導致的revenue 和我要付他的transfer T 這個東西要大於等於05 才又告頭嘛 這是IR constraint 然後 同樣的一個東西 要大於等於 我如果forecast 可以賺得到的錢 那我forecast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說不定我會看到一個highcontract 對不起 highsignal 說不定我會看到一個highsignal 到時候我要來決定一下 我要不要選這個合約 如果我要選的話 那我會賺到的錢 Fullman跟這個很像 20乘上0到 對不起 1到q x dx 加上q到2的qdx 減t 和0 其實有點複雜 不過你知道 這東西就是 當我看到good signal的時候 我如果還是要吃這個qt合約 那我的expected sales 減掉我的cost 就是我的 看到good signal的時候的profit 我拿這個來跟0比較 東西比0大我才選 反正就比較 OK 然後也有另一個probability 我可能會看到bad signal 看到bad signal的時候 如果硬是還是要簽合約的話 就會變成0到q dx 再加上q到1 qdx 然後減t 或者是0 這樣子 對吧 差不多 然後我再減k 如果我有forecasting cost的話 所以精神上就是ICIR IR的話就是depending on the signal you observe 你可以決定要或不要 這裡面只有唯一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唯一一個問題就是 你的這個profit function的formulation 並不是很perfect 這個 像這個 你發現當你看到high或low signal的時候 你是在想我要不要吃這個qt contract 他不像前一題是我去找一個optimal的q 對吧 不是 而是我去看他offer我qt 我看一下我的demand signal 來決定要不要選這個qt 沒有人可以保證這個q 是落在0到1之間 或是這個q是落在1到2之間 對吧 那這些manufacturer's 誰手拿出來的contract是q是1.5 t是落乾落乾 那q是1.5的時候 這個式子就不是寫成這樣 反之 q如果是0.8 這個式子也不是寫成這樣 ok 所以這件事情是需要修正的 怎麼修正就是把它寫得更 tedious一點 就是如果q在某個範圍內是這樣 不然就是那樣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也是一樣 你把它各種case都寫下來的話 那件事情就ok了 不過比較沒有什麼價值 因為你知道它就是只是個case而已 可以嗎 所以解這個model當然是biver 我的意思是 如果要往下做的話 解這個model就是 你還是需要找它解出來 那你就算不解 公子是能formulate它 其實也很好 能夠formulate一個問題 表示你能夠精確地定義一個問題 或者是可以精確地了解一個問題 這東西本身是很有價值的 那精確地了解問題 通常都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所以formulation的能力 是挺值得大家 稍微的多訓練一下 它就是把實體的問題 抽象化的一個過程 好 來 看了這個problem 你會想到什麼 或者說 看到這個problem 你知道formulate好了 怎樣怎樣之類的 下一步你想要幹嘛 不禁就想解它 對吧 不過解它真的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算了 好 那 不過呢 就算你不解它 你至少也要知道它大概可以被怎麼解出來 OK 基本上 這個問題的話 沒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你就是用有一點類似像窮舉的方式去看 是這個binding還是那個binding 比如說這裡有兩條constrade 那你大概可以想像 不是這條binding就是這條binding 就是t要弄得越大越好 直到abinding或是binding 但這個時候你不知道是a還是b 而且是a還是b取決於這個k 對吧 如果k很大 那就是icbinding k那是很小 那就是irbinding 依詞類推 所以呢 你就是做各種窮舉 窮舉完了以後 在窮舉這邊 是左邊大還是右邊大 之類之類的 但總之 本質上 就是討論case 然後最後把結果算出來 需要蠻強大的耐心和細心 不過你應該算是做得到 好 不過我們為了時間 寶貴期間 我就不做了 這裡 你老是把東西寫成積分式 也挺煩的 對吧 因為你知道 比如說像這個好了 這本質上就是取決於你的Q多大 以及你的這個demand 的這個distribution 對吧 所以比如說你可能會想要把它改寫成 expected sales 而sales 就是你的demand和quantity 的minimum ok 所以這東西就是你的expected sales 那接下來你只要填度適當的下標就好了 比如說這個下標是n 這樣就可以了 對吧 那要是Q有不同的 QH QL 什麼之類的 就把它寫到這裡來 所以這樣子的話 可以簡化一下你這個femulation 但是意涵不變 好 那如果今天你想要 induce forecasting 那你要怎麼做呢 那你要怎麼做呢 你的QT就要有兩個pair 所以你現在要有QH TH 和QL TL 對吧 然後呢 你如果回憶一下我們剛剛做的事情的話 嗯 ICR 現在的話會有四條IC跟 三條IR 四條IC跟三條IR 對吧 通信片上有 通信片上有 然後你有你的目標式 目標式是什麼呢 manufacturer要最大化他自己的expected product 取決於是high type選還是low type選 好 試一下吧 用這個符號 用這個expression 把induce forecasting的 formulation寫出來 基本上呢 你 目標式 目標式 就只有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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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機率 你有1 2 2的機率 看到 high type 那這個時候你就是 TH -ZQH 對吧 然後你有1 2 2的機率 看到low type 你就是TL-ZQH OK 然後呢就是constraint constraint的話有一些比較基本的 就是他已經forecast完了以後 你希望他做的事情 比如說你希望high type的人 去選high contract high type的人他就是知道 他的demand是high demand 所以這裡是DH 然後呢他就要選high contract 那這裡就是QH 然後代價是付出TH 那麼多錢 可以嗎 可以嗎 你希望這值 比 比較大 比誰大 因為IC、constraint跟IR constraint 偶爾你空間有限的時候 你把他們合在一起寫 管理是IC還是IR 反正就是兩個一起 那IC的話 是怎樣 我這個傢伙 身為一個high type的人 DH 卻跑去選QL跟TL 的貨 那我就是high type選low contract 然後我希望這件事情要比較不好 可以嗎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Stage2的 IR跟IC constraint for high type 的 這個retail 那你另外當然還有兩條 就是 給low type 這裡就會變成 DL QL -TL 這裡就會變成 DL QH -TH 就不寫了 不寫了 另外呢 你還有 induced forecasting 的 那 長什麼樣子 如果forecasting的話 有1 2分之1的幾率 會看到high signal 對吧 這個時候你也知道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就會選P Expected Mean DH QH -TH 這個東西是 如果你看到high contract的話 你retailer會賺到的錢 那 加上1 2分之1 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把H換成L 這是你要是看到low type的時候會賺到的錢 減掉K 是你有果預測的profit 對吧 如果預測的expected profit 那這個東西要大於等於誰呢 你知道要大於等於三個term嗎 大於等於他不預測悶著頭選high 不預測悶著頭選low 跟不預測然後什麼都不選 所以就是maximum 三件事情 比如說不預測然後悶著頭選high 或是什麼 不預測 悶著頭選high 不預測的話 我的demand就是敵人了 然後我悶著頭選high 所以Q跟TH QHTH 好 這東西是我不預測選high the profit 然後另外有一個不預測選low the profit 還有個0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我的這個 State 1的ICIR constraint 可以嗎 好 我們relation就是這個樣子 至於要怎麼樣能夠把它解出來呢 就更精采了 一樣 寫入那些ICIR constraint 你還是可以照以前的方法 先relax 先說一條 redundant 然後再說另外一條沒有用 然後再說另外一條沒有用 這裡的ICIR constraint 你也可以說其中一條IC沒有用 然後再弄啊弄啊弄啊弄的 然後再這裡binding 我binding 然後討論一些 case OK 挺複雜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看片段 那你現在有一點基本的 formulation的概念 我們來試一下 你能不能把這個概念apply在另外一個情境 但是至少解個special case來看看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今天你回憶一下 你曾經解過那個monopoly pricing的Problem 對吧 就是你有一個seller賣東西給一個customer customer有two type 他們就是stata1跟data2 或者說datalow跟datahigh好了 這樣子 就是他們的willings to pay 然後呢 這個東西 帶給consumer的utility 就是一如往常的 就是這個v of tata i v of q 減 t 這樣子 如果你簽的合約是一個qt pair的話 那你的utility 就是tata i乘上v of q 減 t 就是之前那個樣子 可以吧 可以吧 然後呢 你manufacture 一樣有production cost c 好 今天呢 如果我就跟你說 我們這裡有beta i-beta 然後你可以什麼qh ql th tl 然後你有這個utility 然後你有這個cost 的話 這Problem基本上可以解 對吧 那我們把這個寫下beta i-beta 不過呢 我們來考慮一個另外一個scenario 就是 今天一開始的時候 顧客跟廠商一樣 他們不知道顧客有多喜歡這個product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witness to pay 對你來說也是一個random variable 那我們讓beta n 被define成 beta n被define成 beta beta l 加上1-beta的beta h 這樣子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等於是你的期望的 willingness to pay 這個beta h 以前比較大的 表示我願意為了某一個quantity 付出比較多錢 這樣 那現在的話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會是high type還是low type 所以beta n就是 我預期的type willingness to pay 可以嗎 如果我今天什麼事都不做 那我就預期是這個樣子 那要是我今天廠商知道消費者什麼都沒做的話 特別者走進門來 我就根據這個charge他錢 然後first pass 然後我就可以榨乾這個消費者 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呢 今天消費者有一件事情 倒是可以做 他可以去了解自己 開發自己的內心世界 自己的意見 自己到底有多喜歡這個quantity 比如說他可以去試用一下 他可以 比如說今天假設是線上商店賣書好了 你可以走進書店找來翻一下 了解一下自己有多喜歡這個商店 或者是 你今天可以去上網搜尋啊 看看相關的產品 別人的評價怎麼樣啊 什麼之類的 甚至是就直接走進老闆的店裡 跟他試用 什麼的 不管 反正假設 消費者可以 消費者可以付出K這麼多錢 來學到他的type 你就是說 他要付了這個K這麼多錢的話 就相當於是retail的做forecasting 他就會看到是low type還是high type 然後與此同時廠商還是看不到 廠商只知道他做了forecast 但是廠商不知道吃行吃手 這樣給我 所以 換句話說 我C 我customer 一付錢 那 然後 customer 就會 知道自己是什麼type 但是廠商不知道 所以廠商還是會認為是high type low type with probability 以減beta 跟beta 可以嗎 所以呢 基本上 我們只是把同樣的架構 放在 另一個story 下次講而已 實際上是一模一樣的 實際上是一模一樣的 好 各位現在都是樹林偶樹的專家 請問 manufacturer 他現在 design contract 一樣 他要面臨兩個選擇 就是他要不要 induce more fasting 好 我們來試試看寫 Mth optimal contract inducing no forecasting 這樣子 好 我想要來看看 我的optimal contract of inducing no forecasting 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OK 來試一下 試一下 試一下 基本上已經 已經是第三次討論這個東西了 他會有一條IC 一條IR 以及manufacturer的目標式 manufacturer就是offer一個Q跟D so that's all 對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這個manufacturer就是這個standard 不過本質上是一樣的 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我想要找一個Q跟T 來maximize我的profit 我的profit就是T-CQ 對吧 一模一樣 收到錢 把東西做出來 這個時候呢 contraint是消費者的 expected utility 要夠大 消費者的expected utility 他如果不forecast 或是他不try的話 那他是tn 乘上v of q -t 這個東西是消費者的utility 對吧 他如果不forecast 他看到Q跟T 就是這個下場 那我希望他比誰大呢 老樣子 With probability beta 我會看到我是low time 這個時候我會思考 我要怎麼樣 要不要簽這個合約 或是with probability 1-beta 我會看到我是high time 然後就思考我要不要簽這個合約 可以 然後但是要付錢 可以嗎 然後當然 我還有IR constraint 你把IR寫下來 這樣子 然後這個呢就是我 我這個7 的 problem 好 好 看著這個problem啊 你馬上頂 就會覺得 這個IC constraint太複雜了 而且不需要這麼複雜 根據你的IR constraint 你可以把IC constraint做一些簡化 好 which is 誰呢 上bfq-1 0 那個可以不需要用X更高錢 欸 因為 因為 Zn成他 既然都大一點 Zh成他 因為比他更大 所以 H-0 比H-1 齁沒有錯 沒有錯 觀察一下Ira constraint的話 Ira constraint說這個東西大一點零 那你要是 Zh 比Zn大的話 這個trin當然就比0大了 對吧 那Zh當然要比0大 不然他沒有辦法說 不可能兩個都比較大 不可能兩個都比較小 結果平均起來 變成剛剛那個數字 所以一定是一大一小 所以沒什麼問題 這東西就是 不需要 OK 好 那我們把它拿掉 好 變成這樣子 可以嗎 因為你有那個IR 所以可以做這件事情 還有沒有別的 你可以對上面那個maximal function 說些什麼嗎 可能不行 對吧 因為你就只知道 這傢伙大一點零 那他搞不好超大 那你這個 你不能說他一定比0小吧 之類的 所以這個階段 就是沒辦法說這個事情 好 如果要解這個東西的話呢 又來了 我們又要說 假設是這個binding 那個binding什麼之類的 很麻煩 你大約是0可以做 所以我們今天就 簡化一下 假設K點的0吧 我們先從K點的0 這個special case看一切 可以嗎 假設K點的0 那這個trin就不要了 就不要了 現在 請各位 試試看 這個problem 在K點的0的情況下 你能不能解出 它的optimal Q跟D 我們來highlight一下 可能會怎麼做 比如說呢 你就想 欸好 不是這個binding 就是這個binding 對吧 要是這個binding的話 這個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 依許往下 try try看 所以你就try 如果irbinding 比如說 你能不能show ic會redunder 如果icbinding 你能不能show ic會redunder ic會redunder 或者是 如果那個maximum function 左邊比右邊大 或是右邊比左邊大 你能不能show 任何其他的事情 然後來把東西解出來 這個問題麻煩吧 因為你 你不知道這個reduce 還是那個simplify 那你就要 稍微冷靜地 跳脫出這個問題 要思考一下 我 sender 的 decision variable 是Q跟T 對吧 Q跟T呢 反正就是二維平面上的某一個點 那我 隨時給進QT以後 我可以問 這三個量 的正負號 對吧 給定QT的話 這三個量是正式負負負責 你就會知道 那 你知道 給定QT的話 A比B大 B比C大 所以他們之間的可能性 不是那麼多 而且你也知道 second constraint要求你 這個東西一定要正 還沒非負啦 所以這個大概也沒有什麼問題 對吧 所以只剩下這個人 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 在optimal solution 裡面 應該是負負還是正 那你就說,好吧,沒關係 反正我 Retailer 可以有兩個 strategy 他要嘛讓這個東西是負的 要嘛讓這個東西是正的 然後在 either case 底下 我去求 optimal solution 然後來看看這兩個 optimal solution 做比較就好了 等於是你把 feasible region 切一半 切兩片 這片節減,那片節減 然後看看結果會是什麼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CAN有零的就沒有 假如今天我說,我要讓 θL v of q 減 t 是負的 或者說小一點零 假設我要這麼做的話 那只有 term 就會變成只有零 對吧 那我的 IC constraint 就會變成是 θN v of q 減 t 要大於等於 1-β乘上 θL v of q 減 t 可以嗎? 如果那加坡是負的,那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好,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稍微做一點化解 你可以把右邊的東西移到左邊來 為什麼呢? 你看這個 v of q 跟這個 v of q 是一起的吧 好,是同一個東西嗎? 這裡是 θN 這裡是 1-βh 但是 θN θN 是某個東西加上 1-βh θN 是這個 所以你把這一項移過來 就會變成βL v of q 對吧 我們說的是 v of q 這項 然後呢 那裡有一個 -1-β 移過左邊來變成正1-β 然後這裡有一個-1 所以就變成-βt -βt 這樣子 上面推到下面,可以嗎? 那 上面如果推到下面的話 就 感覺挺好的 對不對? 因為 因為什麼? 就有量 他又要小一點點 又要大一點點 那他就要給你 好 行 所以你要實施這個策略的話 你就要讓他給你 好 那如果他等於0的話 那這個式子也成立了 對吧? 就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 他 就是一個 feasible solution 你就把它帶進去目標式 目標式就會變成我要 maximize θLb of q-cq 這東西顯然你會解嘛 你的optimal 的 q 就要 satisfy θLb' q-c 就是老樣子 只是這個θ是對著θL在做的 可以嗎? 那optimal 的 t 當然就是這樣子解出來 這是 case 1 如果你要讓他小一點點0的話 那你還有 case 2 假設你要讓他大一點0 這個時候一樣 那這個ir constraint 就不用了 ir constraint 已經 feasible 然後你再看 ic constraint 這個時候 你的 right hand side 會變成 那個 左邊那個 term 比較大 那你把它弄開來看看 β乘上那個東西 那你在想想 等一下還要加上 1-β那個東西 顯然 v of q 那個 term 會 合在一起 對吧 然後-t 那個 term 也會合在一起 這個 constraint 就變成一個 就是理所當然的 constraint 所以換句話說 只要你讓這件事情 成立 那就是 所有的東西都會 feasible 所以你的 problem 就會變成 你要 maximize t-cq subject to 你要的 這個策略 這樣子 對吧 只要這條 constraint 就可以 imply ic 跟 ir 那就是這樣子 欸這個也沒什麼大問題 因為 t 越大越好 嗯 這東西要辦一點 對吧 這東西要辦一點 剩下的應該也不用解了 他跟那個是一樣的 對吧 所以相當於是 你把 feasible region 從我剛剛切一半 然後呢 這邊解一解 那邊解一解 結果你發現 optimal solution 在這 那正好 這樣就是 兩邊也不用什麼誰大誰小 就直接是同一個點 這樣子 ok 所以答案就是 貝打 l e prime of q star 等於 c 這樣 然後 貝打 l v of q star 等於 t star 這樣子 可以嗎 通過這個例子啊 我們想要傳達什麼 我們不是想要傳達這些什麼加減乘數之類的 那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 對於一個 你本來不太知道該怎麼解的問題 你要怎麼下手呢 你不知道怎麼解是因為 你不知道是這個 condition成立 還是那個 condition成立 還是怎樣怎樣怎樣 那你就把他們 分禮出來 你就說好吧 隨便 反正我的 solution 要嘛這樣 要嘛那樣 沒有別的可能 你就把你的 solution space 切開 在每一個 condition底下 你能解得出來 哇 那最後就是全部合在一起比較 所以今天 你要嘛就這樣 不然就那樣 那你就這個解解 那個解解 然後呢 把 optimal solution 拿來比較 那這一題 剛好不用比較 他們會解出同樣的東西 所以那它自然就是最佳解 ok 所以這是一個 in general 你可能會用的 解題的方法 那 其實就是窮曲 就是這個可能性 那樣的可能性 試試看 然後另外呢 就是 你看看這個 東西能解出來 其實是因為 你把 k設成0 的關係 要是這裡有個-k的話 那你在某一些推的地方 就不能那麼順理成章的推出 他們都是 feasible 不過 insight 不會差太多 無非就是 會有一個threshold k k如果 夠小 小於那個threshold 那 你就要induce forecasting 反之就不要 那這樣的話 就是一個從IR binding 會變成IC binding 不過接下來 就會很massy 就會很麻煩 最後 然後 這個講完就下課 你能解出這個東西 看起來挺眼熟的 對吧 跟你2-type problem的時候 解出來的東西很像 他就是給low-type的 efficient contract 可以嗎 就是給low-type的efficient contract 但這個efficient 在這個例子裡 是沒有辦法 榨乾這個agent的 agent的utility agent 是什麼呢 是 data n 乘上 v of q -t 對吧 這個東西 是正的嗎 是 為什麼 因為their n比their 有大 有東西是正的 真的是正的 不是非負 它真的是正的 所以 啥意思呢 就是 對 我今天在這個channel裡面 這個agent 是賺得到profit的 因為 它有那個threat嘛 它雖然沒有information advantage 但是它可以 有那個能力取得 而且 k-0 解出這個解來 k是那麼的小 所以這個threat就是那麼的大 所以它確實可以用得上 這樣子 然後agent就可以賺到一個positive的 也算是information rate ok 這樣子 好 所以in general呢 反正這題目是這樣子 這一整個禮拜的課 的重點 是要跟你說 一 adverse selection problem 不是就只有那2type 在那邊 就是很simple 不一定 它可能會有很多種generalization 比如說一種是 indogenous adverse selection 就是有人做了某件事情以後 才有information and symmetry 然後怎樣怎樣的部分 那你至少記住一件事情 就是能有那個機會去取得 private information selection 它也有機會得到information rate 好 好 挺ok的 然後練習了一些 這種解題技巧 那種解題技巧 然後 對於比較複雜的問題 練習去把它 理想地 formulate 出來 這樣的能力還是很重要的 請問問問3 有多少 辣青 4 約 6 4 5 薄 3 4 5 8 9 6